这段时间还有另外一段视频引起了大家的关注 是一个来自四川的这样的一个视频 一个六岁的旺旺的小朋友 在上学前还有放学之后 在父亲的帮助之下来走钢丝 而且一锻炼也就是锻炼几个小时 而且在锻炼走钢丝的过程当中 只是戴了一个安全帽 他的父亲说让他走钢丝 就是为了将来让他能够挑战吉尼斯记录 这段视频出来之后 就引发了很多的争议 他的父亲却表示我不怕被骂 我只在乎点击量 来个报道 在掠血浮躁的移动互联网时代 要成名似乎很容易 一根钢丝几场直播 广源市旺苍县木门镇里的六岁小男孩旺旺就火了 据中国青年报报道 这段时间在网络直播平台上 一个六岁小男孩引来了网友的关注 他没什么过人之处 更不是所谓的神童 他所直播的内容 就是在没有任何防护措施 仅仅是戴了顶安全帽的情况下走钢丝 钢丝只有小拇指粗细 而站在他身旁 用手机直播的人则是他34岁的父亲张瑜 有没有学前 这个一共是12米高 最高的时候训练难的就是40分米高 在那个高架桥上 一顶随处可见的安全帽 一根最基本的安全绳都没有 一个六岁的孩子就这样摇摇晃晃的走着当时 何想而知 危险始终伴随着这个六岁的孩子 不过张瑜不担心这些 他告诉记者 旺旺走钢丝的直播吸引了很多粉丝 第一个月就有4.9万人 最高时有5.3万粉丝 并且新粉丝还不是张瑜 为旺旺规划的人生路线的最终目的 这个目的就是想看看人民能 引导到外却等命 能够当任在那个吉尼斯 创吉尼斯记录 才是张瑜想达到的目的 他觉得只要有了吉尼斯的噱头 旺旺经测的人生 说不定会变得很不一样 可是他的这个想法 并没有得到大家的认同 相反不少网友都抨击起了这个父亲 相信我 你去直播走钢丝摔倒更能吸引观众 纵有万千个奇思妙想 却不该有一条将孩子置身于危墙下的理由 我不怕被骂 也不怕招惹争议 我更在乎的是直播室的点击率 身为一名父亲 难道不担心儿子的安危 不操心孩子的未来 而是更在乎点击率 这样的说法也是让网友们愤怒不及 这个爸爸 你的孩子走的可能不是捷径 而是绝境悬崖 不要把自己的意识和浅薄强加给孩子 他眼前的路越来越长 只剩下这种方式 可是张宇却说 他也有自己的无奈 如果孩子你不管他的话 他就会在那富士康流水线 或在工地上去搬砖去 原来张宇自己就是外出打工的农民工之一 工资低 生活苦 是张宇对外出打工的唯一印象 于是乎他决定无论如何 都不能让旺旺再走自己的路 孩子当然要管 但是请作为家长的温柔对待 嗯 嗯